透过启动仪式 台北市长柯文哲号召各界 一同投入2023台湾灯会 与师傅携手聚光台北点亮未来 台湾灯会预计明年2月5号到19号举行 藉由台北这座城市的不同载体 展示随处可见的创意光环境 和丰富的文化活动 打造充满时尚与潮流 最具现代都会感的台湾灯会 除了主场新一区外 12个行政区都将同场加印 台湾灯会最早是在1990年 每年都在台北市的元宵节来举办 当时叫台北灯会 那所以可想而知 台北其实就是这个灯会的一个起源 那是2001年开始之后才 到各地方政府来轮流举办 那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在2003年 2023年可以迎来 这个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那其实经过20几年 台北已经蜕变成长 为一个亚洲的指标性的一个城市 而且还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提升 因此我们相信透过这个台湾灯会 可以进一步的把台北的成就跟美好 来对外传递 那同时台北也是我们国内外的旅客 到这个台湾来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观光城市 那当然历经过去两年多 以来这个疫情冲击之后 我想2023台湾灯会即将 就是我们在国境解封之后要迎来的 第一个国际级的这个观光的一个盛事 那我们希望有大家一起共同的投入 那么一起来打造 一起来迎接这个 充满一个爆发力的一个光光 跟这个消费潮 那可以来把这样的一个商机跟经济效率来 引进来 因此我们要打造一个不同于往的 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让世界可以看见我们台北的成长 能解出的软实力 那么这次我们会以这个光源未来来 作为我们这个台湾灯会的一个三大一个主题 那整个这个灯区的范围 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忠孝东路 那么涵盖我们的东区商圈 那么串联国富纪念馆 以及这个北侧的 这个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跟台北松山体育园区 那么同时接连到我们的这个信义商圈 那么最南会到这个四四南村 那总共有光源未来 那包括我们这个中央政府 就是我们交往的这个主题灯区 一共会有四大的展区 有一座主灯 又一座副灯 那总的面积能达到这个180公斤 那么在光区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区商圈 代表了我们台北的一个巷弄文化 那么我们的这个次然主题是台北 放闪光 采光 伸展台 那么到时候会透过我们的艺术家 设计家 设计师 然后把这个灯饰作品 展现我们的台北精神 那同时也会把我们商圈里面的店家 透过一些这个装点设计 那么把从这个项目里面来进行 这个点对点的一个串联 吸引我们的这个游客 可以到我们的东区商圈里面来游逛 那么在园区的部分 主要是我们的宋山文创园区 跟我们的宋山体育园区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巨蛋 这个展区的主题是以多元融合为主 那么到时候会有我们的原住民 新住民 还有客家文化和相关的主题的这个灯区 会在这边展出 那同时我们也会在大巨蛋的这个建筑的外围 来打造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灯反向国人展现 那么在园区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衣商圈 那么我们聚集的我们这个相当多的这个百货公司 我们的企业跟金融的一个总部 那么在这一区呢 会以未来科技跟文化潮流为主 会透过这个具有科技含量的这个灯式的作品的一个设计 那么也展现这个未来的一个文化潮流 那么同时我想就在我们这个所在的台北101 即将也是我们2023台湾灯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 那么到时候101会议这个具有科技感 跟互动感的一个展演 灯式的一个展演的效果来呈现 让世界看到这个最高的一个灯 那么我想台湾灯会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已经这个连续合作多年 跟同时在我们交互观光局的这个经营 跟这个累积之下 其实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品牌力 跟极客力 因此基于过去的这个参访人次 加上我们这一次要导致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城市型的一个灯会 那我们相信也在这个意后迎来 这样的一个观光消费潮 我们估计这个整个参访人次 有机会来突破到1000万人次 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商机的推动 跟各项的一个串联 那么可以创造的这个经济产值呢 可以达到210亿元 那么同时这边也特别说明 除了刚刚我们这个整个主题的 这个灯区之外 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12个行政区 其实也会有一些主题的这个灯式 同时我们也会跟这个全台北市的商圈 来进行串联 也就是我们希望把游客带到我们台北市的 相关的一个节点 那同时也透过这个线上跟线下的一个 虚实整合 让民众也可以线上 闪灯 那么同时 透过这个线上的这个串联的效果呢 可以把一些消费服务 也可以一起来做相关的这个行销 那可以达到这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效益 那透过这次的这个灯会的聚焦 对于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伙伴来讲 当然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 那可以把企业的声量 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了来对外展现 那因此我想今天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就是今天这个要跟各位企业来说明 我们整个这个赞助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希望这个台湾灯会 它不只是一个灯会活动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集结最大的一个社会的参与 参与把这个灯会的价值能够极大化 那这其中我想企业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 所以企业的这个参与也是我们这一次台湾 灯会一个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 那么以下午就来进一步说明 这个企业要怎么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 2013台湾灯会 那整体额业其实整个灯会 我们应该师傅团队从去年 其实就已经应该一年多 以前就已经开始在策划 那整体额业要投入非常多的经费 人力跟物力 那么目前我们大概有一些这个项目 需要能够获得这个企业的支持 包括这个资金服务技术物资空间 等等 那么资金的部分呢 是可以有这个指定用途 或者是交由大会来这个投入应用 那在这个服务技术跟物资方面 我想像我们的这种行动基地台 相关的这种投影设备等等 电力的协助 还有我们整个大会运营期间的一些 基本的一个物资需求 饮用水等等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交通 移用工具 那另外在饭店住宿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来提供给这个 国内外的贵宾的一个住宿接待 在场域使用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这个淘汰市的 这个企业大楼也能够来响应 这个相关灯饰的一个装点 让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展场 那另外在周边的部分 在工作人员的服饰也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可以得到我们企业的支持 可以一起来提升我们大会的一个整体形象 那我想整个这个企业的这个赞助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互利双赢的基础 所以我们2023的这个台湾灯会 我们基本上呢 依照这个赞助商的这个投入的价值呢 我们有分成官方赞助伙伴 官方赞助商 官方公益商以及这个合作伙伴的四个等级 那我们也依照这个不同的这个价值的投入 来规划相对应的一个回馈方案 那么整体而言在专属这个回馈群 应大概有四大面积 包括这个品牌形象 行销优势 公共关系 跟这个宣传资源 那在品牌形象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就是这个赞助企业 可以有这个试别的露出 在我们相关的这个灯会的场域 或我们的一些宣传媒体等等 那另外在行销的一些优先权利 像是一个明明商品的开发展示等等 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呢 也可以跟各位企业来探讨一些客制化的方案 那基于各位的这个商品 或服务的特性 或者是行销策略的需要等等 那另外还有这个中国关系 像是这个召开合作记者会贵宾领域 那宣传资源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些 灯会下段的刊物宣传品等等 这个都可能可以来作为 我们的这个回馈资源 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专属服务 我们会有专人来对应每一个 这个赞助企业 同时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也会制作这个企业赞助价值的 一个实现报告书来提供给企业 那这边也特别说明 就是我们后续的这个 相关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物资项目的一个赞助 我们都会透过一个公开征求的流程 那我们相关的作业流程 现在都已经这个规划监制完毕 那另外也特别要补充 目前我们施日股在5月 已经这个订定也发布了 2023台湾人权认养的要点 那么相关的这个收支运用的调点 也就一点都已经这个订力完毕 那么一直我想在这边要 层次的要请我们所有的企业可以来共襄盛举 那么一起来打造这场光荣美好的一个盛会 让世界看见台湾看见台北 那一个计划要成功 当然除了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以外 还有一个是很重要是工资协力 希望民间的来参与 因为就从我们过去 2017办台北斯大运的经验你知道 一个活动如果市民没有去进来参与 他终究不会很成功 所以当时我们在设定这个的时候 还是有三个原则 国际化、产业化、在地化 国际就说你一定要达到国际水准 要有国际的观光客来参与这才算 要有国际的水准 在地化就是一定要整合在地的力量 还有一个产业化 话讲算比较粗俗 就是说没有赚到钱都是屁话 那一开始在设定这个的时候 因为台北市有两个大型活动 一个是台北灯节 一个是白座事业 白座事业只有一个晚上 那通常利用这两个大型活动 来带动我们台北市的一些都市的发展 所以比方说我们北流盖好那一年 白座事业就在南港举行 那过去台我们这种台北灯节 很成功的把西门丁拉上来 西门丁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很没落 台北灯节在那里办了三届 西门丁的生意就拉上来 那常委效应还蛮长的 拖了好多年了 那最近一直在讨论说 东区没落 那个问题 因为在我任内里面 那个軸线翻转 旧城复兴这个政策 有做成功了 所以这个淡水和延安那边 其实我们投资台北市大部分的敬畏 那另外一个是东区门戶交南港 那夹在中间这个东区 感觉上相对来讲 两边都发展比较好 这边有些没落 所以当时台湾登会说要 要找台北市合作 其实这个时间是大家 大家都不喜欢接这个时间 因为工作全部我做 然后下一任市长来不劳而活 所以当时在找的时候 没有人要选这个工作 我当时林嘉隆问我 我说没问题 反正做工这个没问题 我说可以 所以所有的筹配工作 都是我们这一任的台北市政来做 然后下一任市长就来剪裁而已 那当时他说我们要做 台北市要承担 那当然时间已经选定了 剩下就是地点 那在地点的设计上 所以刚才那个在介绍的时候 他的逻辑就是我们希望说这个登会的举办 把这个东区跟信息商圈要搭上来 那战略逻辑是这样 那还一点过去的台湾登会 就找一个空地 反正就给它弄一弄 可是我们现在在都市 在都市里面做登会 这的确要创意 常常是这样 人家说创意很好 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在想 所以我们这个大概 所以不过是这样 我们大概半年前就开始 不是半年前 半年前就 差不多在准备了 所以我们设计已经设计很久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从东区到这个国际念馆到 大巨蛋到松岩 往南到101信息商圈 最底下是四四南村 这个L型 那希望把这个地区的 特別是信息商圈跟东区的这个生意 能不能把它拉回来 还一点人流代表金流 所以一定要 还有什么线上线下整合 最后要常委效应 所以很多登市也不是说 台湾登会结束全部都拆光了 它能不能在那个地方 可以再留长一点 所以很多设计还在想 所以结论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台湾登会 你知道 当然是23年后再回到台北 这是一个重要盛世 2023台湾登会 预计可带来超过1000万参观人次 经济产值将超过210亿元 并带来周边商机 期待透过登会品牌效益的发挥 让登会赞助企业加深 与全球市场的接触面向 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 世界十大夜景和遗产 没有错 这两句形容词 其实都是世界重要的媒体 还有观光组织 对于台湾登会所下的定义 台湾登会在明年即将迈入第34年 这三十四年来 前处大当副局长有提到 我们观光局从一开始的自己办 到后来这二十几年 我们跟互聪的县市政府 几乎还台一周 我们举办了遍地开花的台湾登会 最近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热门 叫做《探卫战士》 Top Gun让全世界的影迷等了36年 才回归还好 我们台湾登会回归美丽的首都台北 只花了23年 那这个回归到台北 其实观光局自己也非常感动 那首先要先特别感谢科市长的全力支持 这段时间我们跟台北市政府的团队 还有我们自己交通或观光局的所有工作的伙伴 我们早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筹备工作 我们非常期待 其实明年的台湾登会在台北 其实台湾透过登会 欢迎在人类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 欢迎全世界的好朋友到台湾来观光旅游 来享受台湾文明 看见台湾文明的日子 这是一个大日子 那观光局跟台北市政府用了很多心力 在筹备明年就是2023年的台湾登会 在台北市举办 那人类这两年多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跨国境旅游是很困难的 但是最近全世界慢慢人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那台湾也正在 我们其实正常生活很久了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正常生活了 那但是 法国境就不一定 但是法国境也许 在大家的努力 在国人反对的努力 也许在年底慢慢的会开放国境 那这个时候 我相信全人类全世界 对台湾 因为台湾这两年在国境间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对台湾 会有特别的吸引力 会有非常多的国际友人 会到台湾来 所以台北市政府 台湾观光局 台北我们的观光局 用灯会 在台北 欢迎全世界的好朋友观光客 到台湾来 到台北市 那我们101 也扮演了这个角色中重要的一份子 我们不只在元宵节那天办灯会 其实我们是在跨年 就是今年底的跨年烟火 是揭开这个序幕 我们是在101是双跨年季 就是从圣诞节到元旦的跨年 开始揭开这个灯会的序幕 一直到农历新年 一直到元宵节 就是台北灯会正式举办 我想这一系列 是台北市的盛事 也是台湾的盛事 也是迎接国际有人到台湾 到台北的盛事 我们谢谢观光局 谢谢台北市政府 也谢谢在场很多商业界 产业界的朋友 来一起共襄盛举 把这个迎接国际观光客 让世界看到台湾文明的灯会 办的有声有声 为了使各界可以共襄盛举 北市府推出官方赞助伙伴 官方赞助商 官方供应商 合作伙伴等四种参与方案 让企业从品牌差异化 不同的行销优势 来提升企业破光度 与品牌形象 成为灯会的坚实后盾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企业 请不吝点赞助企业 请不吝点赞助企业